大家好,我是婷婷 最近台湾的政府说 为了保护环境 我们都要不用塑料的东西 然后他们说从明年7月开始 餐厅不可以提供塑料吸管 连锁素食电荷餐饮宴 2019年7月起将不能再使用塑料吸管 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说怎么喝珍珠奶茶 有些人说可以用糖吃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详细来其他的办法 我们开始吧 我这里有两杯珍珠奶茶 我最喜欢的是五十兰的珍珠奶茶 我用马来有大颗的 还有有小颗的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筷子 因为哪里都有筷子吧 那我们怎么办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我觉得可能我用筷子的技巧不够好 可能你们会做的比较好 但是我还需要练习 其实是很好的减肥办法 嗯 因为 每办法 吃得很快 就不会吃太多珍珠 不会变胖 这样还可以吧 第二个办法 你可以用叉子 有叉子的话 会不会比筷子好 嗯 那我可以拿 三大克 我觉得 比筷子好用 这个可以啊 嗯 但小克的话 其实用 叉子打开 会比较快 也会比较方便 用小克 可以拿几克 喔 一来甚至 十克 我没有想过用叉子会那么方便 哦 一大堆哦 这样叉子的方法还好 但是叉子也是用塑料做的呢 所以 第三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自然的东西 什么自然的东西 是空空的 里面是空空的 当然是空心菜 这个部分 嗯 会不够长吗 嗯 嗯 还可以啊 诶 以后如果你要喝饮料 我 超推荐用空心菜 我这问题是它开始软掉 那珍珠的话呢 好像不行 诶 它坏掉了 那我拿新的吧 嗯嗯嗯 有一两颗珍珠 用空心菜 嗯嗯 不错 还有空心菜没有什么味道 还好 我觉得 以后你去坎德基 买饮料 他们不会提供 细管 就可以 就可以请他们给你空心菜 我是不是在开始新的 方法 那我觉得 另外一个是葱 但是葱的味道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它比较 比较 比较 不会坏掉 比较不会软掉吧 我觉得如果你又 如果你又 比较大的 还可以用喝大克的煎猪 但是我 我今天买的太小了 小克 可能可以 不错 味道有点奇怪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 我今天要喝了 差不多10克 小煎猪 那葱也可以 还有 味道不是很重的 另外一个 从大自然来的 这个是辣椒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辣椒 所以辣椒的话 可能需要准备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喝大課 但是我先因為裡面不是空空的 成功了 你會不會覺得以後辣椒煎豬奶茶可以流行起來 可以嗎 我可以開店 好 空空了 然後我們來喝 好辣 還可以因為我不怕辣 茶沒有問題 但是煎豬奶 大煎豬奶 好像不行 其實辣椒煎豬奶茶的味道很不錯 有點辣而已 然後我打算喝到所有地方 但是我一定要喝小喝 好 有 有一顆珍珠 成功了 成功了 如你不怕辣 我先去試試看 你看 真的很亂 我相信 我相信 所有最好的發明值 發明值可以說嗎 都是 先弄東西很亂 然後 發明很好的很聰明的東西 第四個方法 如果你不想做你的功課 那可以用功課來做習慣吧 所以我用紙 捲起來 捲起來 那 用紙我應該可以喝大顆 沒有 沒有 沒辦法 軟掉了 那我需要 硬一點的 這個 那它當吃完 以後 也可以 回收 我覺得 我可能要 一半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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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珍珠 成功了 很 不方便 第五個方法 直接喝 我覺得 可能 嚼 吸管 太麻煩 所以 我們直接喝吧 因為我習慣用吸管 因為我習慣用吸管 所以 直接喝不方便 我都忘記了 怎麼直接喝 好辛苦 那我們的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用更好的方法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別忘記 給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 我期待下次見 掰掰 8 1 1 2 2 2 3 4 4 1 1 8 2